在年底 Yvonne 我觉得小企业主 他最担心的就是 还有他已经知道 今年大概赚多少钱了 可是他就是在担心这个税务 那是不是开了一个 SAP IRA就可以解决了呢 实际上小业主的省税方案 实际上是有三个不同等级的 观众朋友们 您可以看一下 是说您属于哪一个等级 那么你的省税的方案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一种就是 没有Plan Administrator 就是周乐小姐刚才提的 SAP IRA 那2019年的contribution呢 大概是在5万6000 但是呢有一些 需要Plan Administrator的方案呢 可以让你省到几十万左右 但是另外有一种combo plan 它是几种retirement plan combine在一起的 可以省税额高达200万左右 哇OK 所以根据您的情况 跟您的那个财务规划师谈一下 跟您的精算师谈一下 也欢迎您跟我们公司的 那个精算师来谈一下 好那一方 关于拿W2高薪的家庭 他们通常都觉得省税无门 对于这个族群的family 有没有什么好的良策呢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我实际上有谈到过 在目前不确定的金融环境下 掌握三种确定性 那么W2家庭的话 可以掌握这三种确定性 建立终身免税的 漫王之王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我们来看一下 喜欢收集的房子的有一位朋友 他今年急流涌退了 他卖掉一栋房子 那么手上的现金有不少 那他有100万既不想投入风险市场 也不想存银行 怎么办呢 怎么办 好我们先把它分5年存到一个 保证无下跌功能的计算回报率的 这么一个理财工具中去 同时他就拥有一个400万的免税的资产保全 那然后的话呢 将来如果说这笔钱他从来没有用过 在他90岁的时候呢 这个400万呢 就会涨到1300万左右 那到了100岁的话呢 就是2500万左右 但是的话是免所得税的 但是如果说中间万一情况有变化 他说一万我现在需要一些退休金 可不可以拿出来用 他都不需要经过我 他就可以直接从账上 通过锁定的终身低息贷款利率 从里面拿出一个免税的收入 这个免税的收入大概一年是在20万左右一年 这个是他65岁以后 那他当然第5年开始也可以拿啊 只是少一点 第10年也可以拿啊 就是少一点而已 那么65岁就是20万左右一年的免税收入领终身 那么然后最终还可以留下一个 300万左右的免税资产留给他的孩子们 这个万王之王终身免税的财务规划 是我们所有省税无路家庭的唯一的一个最佳选择 伊望那像现在利息已经开始高起来了 那您刚才说用低息锁住还能够多低啊 我们现在还锁在201617年的水平 实际上我们 那个还没改 我们是滞后的 所以现在我们还能终身锁定1.96%和5%是终身的哦 哇那这听起来真的好好的机会 我们应该要多多利用 是的但是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这些planet什么时候会改变 对对所以投资自己已经ready了就要赶快行动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12月1号 下个礼拜六由万富理财以及其他的一共有四家公司 也有四位专家来替大家所主讲的这一场座谈会 伊望现在其实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普罗马总 有一些人的年纪刚刚退休或者休 激起一辈子努力辛苦 EK和IRA 28年年底的震荡是在早年以来 年底震荡算是比较大的一次 而且往往是措手不及没有防备的 对啊那对于这一群人来讲 他们有办法就是您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 能够保证他的财产不要下跌 让他们退休永远敢用他的退休金 可以关门门 只要您再十岁以下 我们都能够帮你提供保证无下跌的退休计划 那我现在来举个例子 曼区50岁的工程师朋友 如果有的CERA 加起来如果是50万 他可不可以很潇洒的退休呢 可以的 您可以用 好 比如说我们把负175% 按以绿修计计 然后如果从10万收入的话 预计的收入在10万左右 自动增长到20万左右 85岁大概就增长了1万左右 就去了5万左右 但是不需要他的管理 活动领多人债钱债 所以呢 朋友们我们要记得是说 我们退休的第一个法则是什么 保住您的本金 富力增长 对 退休的终极法则 是有钱敢用 用不完 您说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太对了 太对了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听了 Evan的这些解释 觉得任何事情 任何的财务规划 都是可以计划的 主要是要看 自己的希望是什么 自己的年纪是什么 那我诚恳的呼吊大众 在下个礼拜六 由万富理财 以及其他的几家财经保险公司 以及专家们 替大家讲解一个主题 就是叫做 谜局中的财富大局的这场座谈会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因为这个 这次的座谈会 可能就是在2018年 倒数的最后的几次了 机不可失 失不再来 的确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是和 因为不同的财务公司 一起共同举办 还要看到 是说每一位专家 都有时间来参与 希望我们的讲座 能够给大家 带来更多的一些资讯 让大家做好 年底前的这些 省税免税 和风险控制的财务规划 好的 希望Evan 以及其他的财务专家 在12月1号的座谈会 都可以大大的帮助到 我们所有湾区的朋友们 谢谢您Evan 谢谢 谢谢周乐小姐 娱乐漫谈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万富理财 Evan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娱乐漫谈 到此全部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下礼拜六 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